3 2 1 请启动 农粮署长胡中医 日本立坚台湾办事处长 沐夏之乡等来宾 一起按下启动纽 宣布台湾芒果再度进军日本校园 供应作为立坚市游步中学等六所学校 约2200名学生的学校营养午餐 去年的外销量总共2174公吨 那今年的外销量到昨天 就是6月29号为止 我们的外销量已经达到2589公吨 所以目前今年的外销量 已经比去年一整年增加了45% 所以我们预计今年会突破3000公吨以上 所有的学生在7月13号 会享用到我们今天所出货的 我们的爱文芒果 日本赤城县立坚市长山口申述 透过影片表达日本中小学生 对台湾优质水果的喜爱 以及对台湾的感谢 日本历坚台湾办事处长 穆夏之香也代表赠送感谢状 一颗颗饱满新鲜的爱文芒果 采收后忙着分类处理上市 农粮署指出 目前正值台南芒果盛产期 可以收成到7月底 生产的芒果品质优良 并严格把关 通过产销履历验证 才可以外销 去年7月首次与日本历坚台湾办事处合作 供应作为学童营养午餐水果后 深受日本学童青睐 新唐亚特电视 时尽旺 林佩云 台湾台南报导 2 1